高雄市長陳其邁和拉拉隊女神 安芝萱一起為龍舟進行點睛儀式 日高高雄的重頭戲端午龍舟嘉年華 將在6月8號登場 16 15 不知比拼空氣華獎趣味挑戰 市長送上應景的艾草包 歡迎安芝萱已經定居高雄 大家好 我是高雄男安芝萱 連三天的龍舟嘉年華 除了國際隊比賽 也包括親子夜間龍舟等 今年也祭出120萬元的總獎金 吸引國內衛超過160個隊伍參加 共同爭奪百萬獎金 今年的龍舟賽非常有趣 不僅是在水上滑龍舟 而且天上我們佛光山的飛龍在天 也一起來到老人 同時也有很多包括親子 還有這個國際的這個外館的各單位 也都組隊來參加比賽 同時來自台灣6個主要的拉拉隊的隊伍 也會來參賽 所以精彩可期 這次也集結全台6支職業球團拉拉隊 分別在活動三天為選手加油打氣 要讓大家感受高雄龍舟賽不一樣的青春熱情 香蕾新聞綜合報導 東大闆 創意